我們看一下這裡 他說事物有多少個正整數N 可以使這整個化解之後變成一個整數 請問強調N是要正整數 把這整個相加加起來變成一個整數 來我把它加加看 好吧 分子是幾 N 把分子相加 1加2 這個加 加到幾 10 1加20加起來是幾 N 1加2加3加20怎麼算 把首相加墨相 乘以各數除以幾 2 1加10 11乘上10 10除以2 55 所以算出來分子不分是幾 55 那N分之55 這個整數 好不好 可見N是幾 可見N一定是五數的因素嘛 五數的因素有誰 有1 或者是誰 5 或者是誰 11 對吧 所以N可以等於幾 5 或11 或5 或即 11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或是即 55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N有幾種可能性 有4種 這樣行不行 所以五數的因素有1 5 11 55 所以說問你有多少個N可以使他整個變成成數有幾個有4個想可不可以OK這邊看一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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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